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還有哪一隻分枉股是值得 還可以追蹤空間的呢 其實要看它本身有沒有一個紫浪媒條的所謂的情況 譬如說有些股本身是看好的 譬如說好像網易那樣 其實網易真的算是很強悍的 我經常都說 它近這兩年細心點看回這個圖形 然後再相對其它的中概股 它才是其中一隻最強悍的那隻 老實說 主要有兩點 第一 其實如果是打IQ題或者一個知識題 如果你問一個稍的投資者 你不准思考的 你只是問他 你立刻回答我 在去年中概滅盤年 所有科技股的主力大股 究竟是否有升幅呢 如果他可以想都不想 回答你是網易的話 就證明他真的有做過功課的 可能有很多人說 網易上年有升的 你不要騙我 還是我真的沒有騙你的 你試一下 如果是以上年1月1號的維度 然後就相對上年12月31號的維度 你們可以放那方圖自己對比的 你會發覺原來真的有升的 這個 雖然經常升了幾個百分比 而很多人他以為上年網易沒有升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視覺錯覺 他見到他去年最高位200多元 是跌下來 跌到百多元 然後再拉上來中續那個位 那麼他被200多元的位置墓斃了 就以為上年網易是跌的 但原來是用電頭鏈來對比 這個很難的 原來是升的 OK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強頑的所謂股票 如果你這樣說 是不是 而第二就是說 我們看到近來 他由低位其實110元 這個是跌到去170元 以百分比的角度在ATMSJN裡面 基本上是除了美團之外 它是第二彈得最強頑的股票 而第三就是說近來的高位是170元 其實相對持別物集區 他已經是去回恆生指數 是2萬5 甚至2萬7千點以上的價位 因為恆子2萬7 甚至2萬8 那時候他都試過是低於170元的 OK 所以就是說 從三層圍堵這樣看 他純粹一個價格的角度 你已經看到是一個強勢的股份 所以你看到表面上 就是在上下浮動 如果你用這樣的圍堵去分析 就一點都不讓他 OK 所以這些股份就變成 他一定是有些 fundamental的原因去支援 而在這個現實的操作上面 除了是說現在有些人會用option的 那這個股票是很好做的 另外有些人說 不懂得用其權去處理的 只是說我只會後低賣證股 那你就慢慢後低賣證股 因為你看到廣義的圖形 都是銀沉沉高低低的 就證明了什麼呢 他一定是有止浪低位的 證明就是說你最近反向直推 你最近一百七十元走 即是一腳這樣買的 你現在賬面叫面都沒有十元 這個是不是 講笑這樣說呢 如果你上面那裡追了 你現在這個價位 catchwood再跌多十元 你發脾氣 譬如你百五元斬去的話 其實百五元可能就是低位 這個OK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子浪高低位 要不可以反覆這樣做 或者是考慮 即是分斷後低覆立 其實都可以是考慮的 當然我所說的 這些全部不是純粹用 幾重圖形的因素分析 有一個 Fundamental是支援的 還是 Fundamental那些 我們將來有機會再分析 因為時間都有限 解答一下 有人想follow up 就說剛才推介了網易 觀眾的連文 他說他未有貨 可以怎樣部署 在整體那個角度 其實網易我都說過 這個股份它本身來說 它的波幅是有誘惑性的 所謂上落的那個波幅率 變了就是說 其實是不需要優秀 它是沒有一個所謂的低位 這個我之前都說得很清楚 這個 而它的波幅 它的波幅 也都動輒可以有一個高位 是十或者十幾個% 如果是說股災那個時候 可能會得相當多一點 變了一個股份 其實來講 也都不需要說是一口死住 一下就壓下去了 這個你可以是說 我每回十多元 然後才做一口 而且一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我如你回 我有心理準備 你回兩口 或者三口 得來我堅信 你回兩至三口 就是跟那個分點檔 是無關的 這個因為是極大機 都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它整體很簡單 這間公司 它絕大部分的東西 純粹都是手油 你只要留意手油的推出時間表 然後它每季的盈利的 是不下跌的話 那條數 就是那條數 它不會有很多 那些股份 說股靈精怪的那些 這樣的一個物體 變成就是說 這些公司相對比較好 這個 完全是透明的 沒有那些股靈精怪 那些這樣的東西 最後股價的上落 股靈精怪 完全是和那些公司的 股靈精怪是無關的 是純粹是市場的情緒 亢奮的時候 就給你高一些股值 薪子大跌的時候 就是跌下去 這個 那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你就放心地 相對比較放心地 是趁它 就是亂這樣跌下去的時候 你就去吸納 那個心法 就應該是這樣處理